欢迎大家收看上阶关心底红的南岛新闻 超短天的严谤国小 投球队虽然生日再三年的时间 越怕生日是越好 四年级别学生 第一阵的九六八 跟昨天结束的总统队 全国投球比赛 都拿到团体做全国冠军 尤其所面对 都是来自国的投球实力 很健康的队伍 这点队伍各国家库的团队 合作精神 可以带下我们的冠军相当不简单 虽然说这十个小孩 我这阵三处第六号 参与四个参加投球比赛 理解到经验之下 合作得好心情 这本地的主拉杯 又还有总统部的投球比赛 在全国国材的部队 都拿到团体做的冠军 很高兴团天室 拿到全国冠军 就一定要迎听 对 那打到目标的开机 有 我们希望都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也让我们南投县的桌球运动 再次从延峰国想这边来出发 让全国看到南投县有一个延峰国想 在桌球队的桌球的推广 成功刷刷大家做的打招 在这第三处有共同的目标之下 都说平常是已经的联系 比赛的市场也发挥就很好 团体合作的进行 因为对方把他们当作标靶 他们能够承受压力 对然后在压力下释放自己的情绪 展现自己的球技 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遇的一方 这是他们成功的地方 我就慢慢打 然后等对手失误 在比赛当中 毕竟到吉他参赞的节目 虽然说这阵子比赛更小 但是打球最多出色 尤其在最爱冠军比赛 冠军的时候 选出来去学到金钟 也有加上升 但现在平常是联系的成功 跟冠军扎回来 就把自己当成领险 然后就一直拼下去 打到成功 然后最后一局落后的时候 我就很兴奋 就一直 一直就 就是拼 然后拼到最后还是赢 我希望说他们要坚持他喜欢的东西 因为在未来的社会有很多选项 那他可以做到国手 为国家争光 他们已经为延峰争光了 在家庭会有很多企业的 我会打球队 心理只三年外的时间 是没有交付到树顶的基台 今天真正来拼好到基策 一直求进步 也得到典型的成功 在全国打球的部队 让大家来看到他们的努力 记者 任文心 彩虹报道